大家好,我现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我旁边有一座松花江公路大桥 我们上去走一走看一看 看一下这个古建筑还是非常好看的 在哈尔滨像这样的漂亮建筑特别的多 往前走100米就到松花江边上了 看一下江边的长条椅 就是因为下锅雨上面都是水 要不然坐在这里可舒服了 现在看到的就是宽阔而漂亮的松花江 哇,这个江面大概有600米左右的宽度 因为昨天那个雨下了24小时了 大到暴雨 看一下这个江上的水涨了好多 正前方现在看到的就是松花江公路大桥 始建于1983年 这个桥的长度从我这边到跨度到那边 有一千多米 这个跨度 等一下我们走到江面上再去看一下 远处来了一艘游船 往前走 我要走到桥上去 现在已经走到大桥跟前了 看一下这个桥头堡 挺漂亮的吧 晚上上灯以后 看夜景肯定更加不一样了 它这是两个两座大桥并行的 但是名字都是一样的 松花江公路大桥 哇,从这个看过去 感觉像长江一样宽阔 这么宽阔呢 这个比我在那个吉林市看到的 松花江的水多了好多 因为它刚下过暴雨 江面宽度的话和吉林市差不太多 再往这个方向看一下 我来找上桥的地方 现在我走到了两座桥的正中间 看一下 这个是老的桥 1983年建的 我现在看出来了 左边的这座桥是新的 因为从那个混凝土的那个 那个面 我就能看得出来 走 我们现在上桥 走到桥中间去 刚才坐公交车 就是在前面下的车 看一下我终于找到楼梯了 就在这边开始爬楼梯 走到大桥上面去 已经走到桥上了 哈尔滨松花江公路大桥 1986年建好的 太震撼了 看一下桥上 车流量非常的大 哇,真够宽阔的 再看一下左边 好,我们继续往桥中间走 登高望远的感觉 就是好啊 这个桥头堡也是 我见过的最有特色的一个 太漂亮了 看一下这个方向 我刚才走过来的地方 哇,哈尔滨这个城市 真的是太漂亮了 这边是转盘公路 在上桥的路上 我们再往左边看一下 这边就是松花江 我们再往这边走一点 走到这个侧面来欣赏一下 这个松花江公路大桥 这个感觉像看长江大桥一样啊 真的是震撼得不得了 再看一下对面 好宽阔的江面 那中间还是一个岛 我这个方向 我看到了一个过江索道 我们拉近看一下 离我这里有点远 这个过江索道的话 我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哇,太震撼了 看一下桥头堡的这个柱子 非常漂亮 再看一下对面的桥头堡 把镜头移过来 看一下大桥的正中间 从这里开始就要上桥了 这个侧面 哇,这晚上上灯以后 肯定特别漂亮 正在往桥中间走 这个栏杆可真够长的呀 而且人这么少 适合拍照啊 太棒了 看一下这边的松花江啊 因为昨天下了24小时大暴雨 所以江水是比较浑浊的 看一下远处 这个雨过天晴以后 一眼能看好远啊 真的是太美了 这个比我当时在吉林市 看到的那个松花江给人的感觉 还要更加的宽阔美 因为这个视野比较的大 一眼能够看到 20公里以外 没有任何遮挡 然后他这个对面 看到的应该就是那个 哈尔滨市 那个松花江 就那个景点最集中的地方 从我上游那边 五公里 一直到我 这个下游这 至少有八公里长 这一段都是 哈尔滨市松花江最美的这一段 景点都集中在这边 这个公交车是旅游三号线 哇塞 那个对面看到一个摩天轮 摩天轮的中间是雪花的造型 因为哈尔滨是冰城嘛 以那个冬天的雪景而闻名 所以说等以后有机会 可以冬天再来一趟 因为这个桥比较长 我要走到那头的话 有一千多米呢 我就不走到那头了 站在这上面 再环顾看一下这周围 远处过来了一艘游船 那个挺漂亮的 那个过江所到 我有机会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再往这边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方向 一辆漂亮的大巴车 迎面驶来 然后这边有三个桥头堡 特别好看 经典啊 现在太阳出来了 有点暖和 继续走到引桥那头 然后准备下桥了 然后我们再往左边看一下啊 美丽的松花江 又流到了哈尔滨 从吉林就 那边就第一次见到松花江 真的是特别的美啊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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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